好,OK,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这个B01系统的一个后台设置 后台设置呢,我们是在屏幕上操作的 首先我们给它断电 在断电的情况下,我们注意周边边上有一个复位按钮 按住复位按钮,不松开,然后插上电 听到低的一声之后,你松手 目前呢,这会有一个参数菜单 H0,然后短按呢,注意看 短按H1,H2,H3,EN EN是退出的意思,N的就是结束退出的意思 我再断按一次,它又回到H0 也就是说它一共有H0,H1,H2,H3 四个参数,首先我们介绍一下H0 H0代表模式,模式就是我们长按进入H0 2,这是代表模式2,短按一次呢 它会变成1,长按它就是保存 保存好了,然后短按切换到H1,H1是代表我们在那个模式2 的时候啊,它是设定这个圈数,我们默认是三圈啊,进入这个H1那是长按 003,003代表三圈,它最多可以设置199圈 然后OK,我们长按 跳到下一位,再长按 再跳到下一位,短按就是增加 短按是增加,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一位上增加 啊,正常,我们默认呢,是三圈啊,长按就是保存 H1就保存好了,然后进到H2,短按再切换到H2 H2呢,是代表无感应时间哈,就是我们在模式2的时候要多次经过那个激光器 啊,多次经过激光器,我们的默认无感应时间就是两秒钟,也就是两秒钟之内呢,出发是不会有反应 一定要在两秒钟以外,我们长按啊,长按进入H2 02就是无感应时间 啊,它是一到十秒可调的,我们默认是两秒 啊,OK H2就已经保存好了,然后再短按进到H3 H3是代表我们这个显示单圈时间的时候 啊,在屏幕上停留的时间,我们默认是五秒钟哈 我们可以长按进入 05就代表五秒钟 啊,我们这个也是一到十秒可调 啊,默认是五秒钟 如果你的时间设定的越长,它的单圈的时间 就是显示在画面上的时间会越长 啊,我们是默认是五秒钟,一般不改 长按保存 然后再短按进到EN EN就是END,END结束 长按保存并退出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刚刚已经设定了模式1嘛 啊,所以它退出来就是1 复位 那它就进入可以使用的状态了,就是模式1可以使用的状态了 好,它的后台设置就介绍完了 好 好,实际上 好, Astagio